大腸直腸 妳排便不順然後去做腸胃鏡 對 是 又瘴氣 瘴氣又便秘 第一次做嗎 我之前10年前做過無痛的胃鏡 然後大腸鏡也都很久以前做的 我覺得我有點輕忽了啦 真的因為我血便當然一年了 妳血便一年了 大概沒有啦大概半年 那還有說現在的是腫瘤很大嗎 5公分 對我在乙狀結腸跟直腸之間 我其實本來以為我大概只是初期期 沒想到有點嚴重是2到3期 然後醫生說3期的存活率是70% 2期的存活率是85% 那妳是 大腸直腸癌 就是我要大便大便叫 英文叫瀑布 瀑布都要搞一個鐘頭然後一點按摩這樣 它才會下來 然後脹氣的很厲害 我以為是胃膩 嗯 所以呢 我就到北一看門展去造了無痛的腸胃鏡 我是同時胃鏡跟大腸鏡一起造的 妳排便不順然後去做腸胃鏡 對 又暫序又便秘 第一次做嗎 我之前10年前做過無痛的胃鏡 然後大腸鏡也都很久以前做的 我覺得我有點輕忽了啦 真的因為我血片大概一年了 啊妳血片一年了 嗯 大概沒有啦大概半年 半年 我在3月份去照 3月27 對3月27去照 無痛的腸胃鏡 然後我本來排4月19 去看報告 4月18 結果 醫院喔 個管師就call我要趕快回去看報告 我就提前 4月9號就去看 結果醫生就跟我說 要趕快進一步檢查 要做 半層掃描跟核塑造影 所以我在 因為我就是 去住院住了兩三天兩夜啊 到匪醫 連續兩天做兩個檢查 然後他們做 預定 對18號跟19號過 然後住到禮拜六 有20號我才去 才出院 那他有說 現在的是 腫瘤很大嗎 是 5公分 5公分喔 5公分 對 我在乙狀結腸跟直腸之間 乙狀結腸 醫生說不需要化療 他說不用化療 乙狀結腸跟直腸 就直接開刀 他說那個 那個部位是好取出來 不需要照化療把它縮小 照化療是要讓腫瘤變小 我其實本來以為 我大概只是初期一期 沒想到有點嚴重是二到三期 然後醫生說 三期的存活率是 百分之七十 二期的存活率是百分之八十五 然後我自然療法的醫生說 現在大腸癌 就像感冒一樣 非常的平常 叫我不用緊張 所以我一點都不緊張